五十年后 我们又回到草原 我望着那无边无际的绿色 耳边那高亢悲怆的长调响起来了 它扣接着大地的胸膛 冲撞了低寻的流云 在墙里扭曲的急飞向上和低哑声音的节拍上 新的一句在追赶着前一句的回声 草原如同注入了血液 万物都有了新的内容 那歌儿积月起来了 它尽情尽意的向遥远的天际传去 我想把已成过去的一切都庆洒于此 然后怀着一颗更丰富更湿润的心去迎接明天 请听听我们的茶友马晓丽说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 一位与顾知青作家评计说过 一个人的青春在哪里 他的故乡就在哪里 我们的故乡就在内蒙古大草原 五十年前在那个人性扭曲 人的尊严和人格可以任意被践踏的年代 我们这群人幸运地到一个好地方 遇到一群好人 我们最怀念的已故知青五三友 他说过 蒙古土木民的胸怀像草原一样活大 在我们最无奈的时候 他们用宽厚的怀抱 像接纳当年生前孤儿一样 接纳了我们 将我们视为苦初 亲切地称我们为 我的儿子 我的女儿 我们的知青 在古木民朝夕相处的共同劳作中 感受到他们有种特别的情怀 他们是一个宠上大自然 宠上母亲 宠上骏马 宠上英雄的 唯大的民族 我们尤其感受到 他们人性的善良 我讲一个看似平常 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刚 阶级敌人无处不在的年月里 那就是不寻常的事儿 一次 我和几个知青 与所谓的涉猎分子 就是被冤枉的好人 被分配到一个牧民家 紫阳分抓住 休息时 进包喝茶 老温姐 将他刚烧好的热腾腾的奶茶 首先装给了一位干活最卖力气的四类分子 只见他用颤抖的双手 接过了第一碗热腾腾的奶茶 眼眶里闪着泪花 我一下子被震惊了 试想 如果文革中 那些境遇极其悲惨的知识分子 老同志 普通人 他们当年如果有这样一杯富有人性关爱的奶茶 哪怕是一碗白开水 他们也许不会去死 不会去 不堪凝固 走投无路 在绝望中死 所以今天献给曾经赐予我们伟大的 母爱的草原 献给我们草原上的善良的人们 献给我们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那片绿色 优优独播剧场次 李宗宝 五十年过去了 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 来为我们总结的 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 思索烙印和选择 才会显露去意义 但那时我们也将更会感慨 自己无法重新的生活 这是一种深刻又悲观的基础 但是对于一个幅远辽阔 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 前途最终是光明的 因为这个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 一种水土 一种创造的力量 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 病态软弱的身影 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 从这种观点来看 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